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各位觀眾 今天是我們這個花蓮之旅的第二天 然後今天呢我們要帶大家來夜市吃什麼 來到的是東大門國際觀光夜市 但我覺得這個夜市很特別 它其實非常的大 而且它有四個區塊 好像有各省一條街 然後原住民 是原住民一條街嗎? 然後還有福挺夜市跟這個志強夜市 也就是大家說的東大門夜市 集合在一起 所以非常的大 那麼待會除了帶大家去吃我在網路上查到的 好像還不錯的東西以外呢 大家如果有推薦的東西 留言在底下跟我們大家分享 未來大家來到花蓮的時候呢 就知道要吃什麼 那麼今天除了我以外 還有另外特別來賓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小百合 我也有YouTube影片 YouTube頻道叫SayuriTV 大家記得幫我訂閱 はい はい 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 行きましょう 好 各位 今天我們的第一間呢 是宜蘭香炸螃蟹 那這個不是我在網路上查的 是我們住宿的民宿老闆娘推薦我們要來吃吃看的 炸螃蟹 いただきます 肚子 吃他的肚子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應該不能用在這邊啊 那 美味 有其他中文嗎 中文 還有很香 有炸的味道 因為他用炸的 他們有炸的味道 等一下 他的殼可以直接吃掉嗎 你有直接吃他的殼嗎 嗯 直接吃了 殼可以直接吃 可以吃 很好吃 鮮鮮的 那你吃他的腳看看 直接這樣吃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嗯 這個腳也可以直接吃 脆脆的 很好吃 很配啤酒 下酒菜也可以 小百合剛剛 講的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入口即化 真的真的 還入大集合 炸的東西最好是入口即化 開動 美味 有沒有入口即化 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應該說 裡面的肉 螃蟹肉入口即化 但是 他外面的殼是炸到脆脆 然後可以吃的下去 我覺得有一點太鹹 這個 一定要配啤酒 對 沒錯 他那個 酥蛋的香氣非常非常滑 而且 螃蟹的鮮味很 很夠 很鮮 然後很香 很甜 那我再吃看看那個 魚隻腳 為什麼我螃蟹咬不太 腳不能吃啊 可以吃喔 很脆脆 很好吃 我吃的好硬喔 腳的話 腳就見仁見智啊 小百合說可以吃 但是我吃有一點 硬硬的 好 各位 第二家 我們吃的是 馬告 炒麵刈包 然後呢 剛剛問了 這個老闆娘 他們說 馬告呢是 原住民的特產珊瑚椒 然後我剛剛念的那句呢 是他們的母語 叫是 歡迎來做客的意思 非常的特別的一間店 老闆娘說這個刈包 好像也是有一個故事來喔 不過我來不及問 嗨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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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對 髮髮髮 不認識 我來吃 嗯 好燙 好燙 哪里 哪里 這家中瓜包的這個 麵包 很軟軟的 很軟的 嗯 很好吃 還有呢 很特別的是 裡面有炒麵 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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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很推薦 對 一定要買 妳剛剛有吃到全部的東西了嗎 沒有 只有吃黃瓜 那妳再吃一口 好的 哪里 哪里 嗯 有一點 清爽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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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醬料是 檸檬的味道 不是麵包 所以很健康又 不會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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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開動 開動 對 沒錯 有人說我念的不標準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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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日本人認證好不好 沒有標準喔 各位 來 吃吃看 美味 這好吃耶 它裡面主要的醬料是那個 等一下 嘴巴有那個 欸 嘴巴有那個 它主要的那個醬料是 黃芥末 然後它整個蔬菜的口感 在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它這個外皮 是軟的 然後它裡面呢 我們點的燒肉呢 也是軟的 那 這個蔬菜的話呢 它是脆脆的口感 所以 整個跟外面的這個口感 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在你嘴巴裡面 會非常非常有趣 就不會 只有單一個口感 很無聊 它的那個 有一個 淡淡的 非常非常淡的檸檬香氣 老闆娘說 那個是 因為 馬告的關係 它是珊瑚椒 但是它會有 淡淡的檸檬的清香 所以它整個雖然是燒肉 我覺得這個不管是控肉 還是燒肉呢 應該都可以非常的清爽 不管是蔬菜啊 或者是馬告帶出來的香氣 整個在裡面融合在一起 非常好吃 各位 這個我覺得 可以吃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OK的 喝醉也要講 沒醉 留下 鹽醉 我不能喝 我要開車 直接找來喝喝 拍影片 還可以喝酒 好爽喔 真的被帶壞了 開動 什麼 我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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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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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ga 然後加orange juice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我忘了是什麼 然後四個出來的小米酒高酒 所以那個味道只是那個水果牛奶的味道 牛奶? 對 水果然後再加牛奶的那種的味道 對 甜甜的 好喝? 很好喝 好 那形容一下 這一杯 這一個是 就是這裡面有原知名的 好 再來 這個是喝你就知道了 開動 裡面有瓦嗎? 開動 我一杯 哪裡哪裡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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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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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早餐的蛋餅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欸 為什麼?有點甜甜的 醬油膏嗎? 不是醬油膏 醬油膏好像有一點點的蜂蜜的味道 很好吃 而且呢這個也是鹹鹹甜甜的 還有蚵仔嘛 所以還是跟酒很好搭配 這個就是海鹿大集合 這個是海 然後 這個好像是鹿 這個明明都是泡菜 泡菜可以啦 泡菜是鹿 對 所以集合啦集合啦 今天很多海鹿大集合啦 好 你吃 他硬要講海鹿大集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各位我們點的是 塔香起司 霜蛋 蚵仔蛋餅 你看這個名字有這麼長 直接來試試看 海鹿大集合 硬要講 它真的有一個不知道哪裡來的甜味 但是那個甜味在整個鹹的蛋餅當中不會很突兀 我覺得是醬油膏啊 我不確定是因為醬油膏的關係 但是 那個塔香 就是那個九層塔啊 不管是跟蛋餅 或是跟起司 或是跟蚵仔 都非常非常搭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的重點呢 在於它那個塔香 它那個塔香 把不管是蛋餅皮的香氣 或者是蛋的香氣 或者是蚵仔的腥味 去除掉 然後把好的地方呢 再把它往上更提升 在那個你的口腔裡面呢 會完全充斥著那個 非常舒服的九層塔的香氣 然後讓整個東西呢 非常的調和 就感覺是所有的東西呢 圍繞著整個九層塔 然後你咀嚼之後呢 再吞下去 非常的順口 最後 麻辣雞肉 法式棺材板 我對台灣南部的夜市的印象就是這個 棺材板 棺材板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有一段Jurie 你要慢慢吃到裡面 很奇妙的味道 第一次吃的味道 日本一定沒有這種 不過如果要形容的話 就是在一個餐廳吃雞肉 然後跟麵包 這樣子吃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一起吃 哦 這個吐司有點厚厚 嗯 有點像法式吐司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辣雞肉 也沒有很辣 就是微微微辣 各位換我啦 直接吃一口吃吃看 無法形容的 呵呵呵 乾脆 這件特色其實就是在 大家一般的棺材板 呃 就是用 應該是用吐司吧 然後裡面可能會放 農湯跟一些其他的料 但是呢他們裡面放一些 什麼 公保肌定啊 蔥爆牛肉 這類的東西 但是呢 外面的 棺材板的口感 是比較偏向於法式吐司 但是 裡面的東西味道其實太重了 他已經把 吐司的 所有味道可以蓋過去 所以 你知道的整個口感呢 就完全沒有 呃 麵包的香氣 如果你要說他是 法式棺材板 這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關鍵字 來評論他的話 我覺得 他 應該沒辦法算是好吃的東西 但是呢 我覺得他裡面的那個 料啊 他的那個麻辣雞肉 是好吃的 他那個麻辣雞肉 麻跟辣都非常的到位 然後 微微的甜 跟辣味結合在一起 就是 非常的調和 如果你自己 法式棺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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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東西 來評論他的話呢 我覺得沒辦法給他 好吃的料理 嗨 小百合覺得今天 最好吃的是哪一個 那個 酒 欸 酒 酒 哇酒那個我沒喝到 所以我不知道 那個很好喝 那 日本人都不能說不好吃嘛 那 有一點不好意思 那沒關係 最後一名的話是哪一個 蛤 可以講最後一名嗎 最後一名呢 最後一名是 光臺板 覺得 嗯 有一點 嗯 莫名其妙的 鮮密系味道 我覺得很特別 嗨 那麼我的第一名呢 我最喜歡是 強彈斂 因為我沒有喝到 小百合喝的那個 酒 我不能喝 然後我覺得 最後一名呢 也是一樣 法式棺材板 好啦 那麼最後 花蓮這邊的夜市呢 除了我們剛剛吃的那些以外呢 還有很多 一定還有很多 好吃的東西 那 因為我這一次也是 直從網路上面找到 呃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所以 我的資訊可能沒有那麼的健全 還是需要大家 花蓮的在地人呢 可以留言 大家覺得在這個夜市裡面 最推薦 最值得吃的東西 留言在底下 跟我們大家分享吧 那我最後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下面一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 噗